剂扶 5 4 3 3 可以… 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是一樣就是她交易之前我就先定位了 對對對 好… - 抬车走! - 抬车走! - 罗娘! - 死了! MENOVY MENOVY YES YES MENO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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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搜索這個項目裡面 其實 領犬員 扮演角色 反而沒有比 被搜索的人員高 他就是一方面就是引導狗 到正確的位置 一方面就是 在正確的時機給狗獎勵 獎勵品 食物啊 或是玩具 甚至稱讚 上 合謀 宋 可以再一次一样 像这样我们做两次嘛 那第二次让他就比较快 让他又比较 让他就是那个比较完美的记忆会停留 然后下次训练或是下次要出息的时候 他对这个会比较有动力 九一是二十年前嘛 那大概我现在二十年前 那是三十三十三十三 我记得我是被震醒 然后当时我就听到无线电里面喊说 大楼倒塌 然后叫我们要出息 当时我就觉得那非常的紧张 因为你没有运 当时我大概才毕业第二年 那其实心里非常紧张 就是跟几个学弟一起开车到现场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是觉得说 这哪是大楼 这只不过是 大概六七层楼建筑怎么是大楼 结果后来回神之后才发现 其实它真的就是一个大楼倒塌的现场 当初一直有讲说什么黄金七十二个小时 可是他已经打破那个 打破他的那个时间线市 一个孤雾啊 可能还会有人 所以说明有人还会比他更幸运 下一个可以被我们救出来 我们台北市跟其他县市有的都是从 就是九二一那一年以后 隔年或是当年 才成立有那个经费 我们才说才成立搜救队 那这个搜救队里面 他有一些编试 就是可能他的 我们讲说有设计券啊 有设计刃啊 搜救群也是里面的其中一项 我们靠了这些很想要的东西 请他去工作 请他去找到 找到找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的讯号之后 那个讯号自然会丢出玩具出来 或者是由我们空群人丢玩具给他 让他去玩 那其实说算就一个 有点像小朋友的捉迷场的游戏这样子 是透过一些训练告诉他说 现在不行吃 要做了一些事情之后 然后经过我们的同意之后 再来吃 来 左下 起 起 左下 起 OK 他就可以吃了 就是做了一些 啪啪 做了一些事情之后 再来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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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重大的任务 重大的任务 我当时是带那一只 另外一只花莲啊 台南是带那一只去 那你想要在建筑里面那是一个很不舒服的环境的话 还要狗愿意进去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很很高很高难度的一个一个动作 而且甚至于那个请节的楼地板他其实站不稳的 然后也愚症啊 但是他都得因为信任你 跟着你在一起而进去去工作 他的一辈子都精华的时间都奉献在人服务人的这一块 在工作受伤的时候 他们忍耐度非常强 我们有一只瘦瘦 他在工作的时候呢 回来才检查到 他的脚掌 发现有插一根竹子 才知道他受伤 然后他当下反应就是 没有什么异常 最大的特点就是爱撒娇 我刚进拳队的时候 他过到半年 他就来了 所以你们两个已经七年了 对 所以他明年明年退役吗 明年 明年退役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退役 你会付伤的 我会很开心 因为他可以去过 那个 不忘班的生活 因为我们季养的家庭都 非常地照顾全机的 照顾受救权 可以不用在那么辛苦的 辛苦的工作 可以好好享受 好好地当是 当是宠物学 因为他的一生都交付给你 就是也是一样这个啊 这什么 你拥有很多环境朋友什么的 但这个狗 眼中就只有你 你口袋你的食物 啊 没有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